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基本上是1819两年的作品 有几副作品摒息的 尤其是大玉女 似乎大玉女 是2020年年初 从171819到现在 我这批作品反映了 我在这两三年内所做的尝试和突破 我这幅画非常重要 这幅画是在北京做的 这幅画我完成做的时候 决定创作这幅画的时候 心里头有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呢 就是说我的艺术 一直是追求心 追求变 追求意 求心 求变 求意 那么这个心 变 意 三者 它的根本的概括起来 一句话就是突破 两字 一定要不断地突破 那么我这一书里面 就反映了我追求创作自由 追求艺术创作的自由和突破 这样一个概念 你看这一群牛呢 它冲破牛栏 冲破牛栏是为什么 为自由 为大自由 那么这个大自由 就是创作 创新的根本保证 你如果没有这个突破的欲望 没有这种动机 谈不上 即使你有 你也得有手段 这首先是 观念 创新 观念 创新 非常重要 像旁边的那一幅 我的题目叫做 牛的故事 思想者 这幅画也是2018年在北京做的 像这样的size 这样的画面 在北京呢 因为工作室比较大 也没有很多的 杂事干扰 这幅画呢 我把这牛 牛的形象尽量地抽象 尽量地 变成一种纯抽象 语言 这种语言呢 用来体验什么 我把牛的眼睛 你看没有一个牛是睁着眼睛 为什么 我要强调 思考的重要 就艺术家如果要追求突破 追求创新 那你首先的问题是解决思想问题 那么思想问题 你闭起眼睛来好好想 想明白了 就突破了 所以这里面是强调思想的重要 议法的问题 它是辅助 它是为观念服务的 观念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两幅画是2018年在北京做的 这两幅画 它有很重要的意义 突破一定是观念 你怎么认识牛 你怎样来表达牛 你的情绪是什么 你也是歌颂 欧歌 还是同情 你还是在他身上寄托着一种正能量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王老师您画了这么多牛 您想用牛来表达什么 这个已经 这个你看 从它的这个突破点来说 这个你已经不 已经不再是把它作为牛的形象来刻画了 就是牛头 也没有牛身子 也没有牛蹄子 就是牛的一些部分 夸张以后 形成一种抽象的概念 画面上是一种抽象的角度 但是里面有我的情绪 我的情绪是什么 小时候 在山东老家 看到邻居喂的牛 我家里没喂过牛 只喂过驴 喂过骡子 邻居很多人家里都有牛 牛干活完了以后 卸下了以后 卧在那里翻厨 但是眼睛都是闭着的 所以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要闭着眼睛呢 小时候不知道 就认为他是在想事 那么我就把这个 借用过来 童年的这个记忆 借过来 就是用这种画面来体现牛在思考问题 但是这不是我要说的主要的问题 我主要的问题 我是把它变成一副抽象的牛 牛头在里面只提到一个我的绘画语言 要有他 这是我创出来的一种独特的绘画语言 和绘画观念 那么我这牛又不是在表现这些 不讲故事了 不画插头了 那么拿它来做什么 为画面服务 画面为谁服务 为我的情绪 为我的观念服务 就是要做艺术家 必先做思想家 我能画得很像 就是艺术家 No 也不是说我画的很多人买 我画的有收藏家 有大块 盖了房子 买我的画 这就叫艺术家 No 那是画家 艺术家那是什么 你这东西拿出来是独一无儿 必须是独一无儿 没有任何人这样画过 当下也没有人会这样画 他看到你这个 他也不能画了 因为我把路堵死了 所以这为什么要突破 别人没做过 而且这里面呢 又合乎当代艺术的几大主要元素 第一 观念 创新 第二 画家的情绪 画家的认识 你的interpretation 你怎样阐释 你要表达什么 你这里面是有激情 还有什么 你就放在这里面 第三 一定要离开具象 你不能写实 写实的就是照片 传统的 唐宋元明清写实比我们功夫 好了多 我还没见过哪一个人超越 唐宋 对吧 所以这里突破是从这几个点上 几大元素上 这副马呢 这副马呢是 帐儿批 帐儿批 这也是在北京做的 这叫马的传说 叫Legend of horses 我就是都是在调侃 我说Legend of horses 听到这个题目 你会觉得这里面要讲一个传说 要有故事性 No 没有故事 没有传说 那么你要用这个题目去调侃 那么我这一群马 为什么要这样表现 为什么 先从观念上讲 如果把马画得很合乎解剖 把马用水墨画得 能够表达出的明暗 那是西威虹就完成了 而且没有人能够超越 但是我不要纯粹来体现马的 很漂亮 很潇洒 很英俊 那个是传统的写实艺术的事 西方的油画也是如此 西方的油画也是把马画得很漂亮 很潇洒 恨不得那个毛你都有感觉 像是贵族神士 骑在马背上打猎 底下一群狗跟着 那马画得都像照片似的 那我们不是我们的人 当代艺术 就要在马这个形象上 你要做学位 哪几条学位呢 第一 老生常常常说 还是观念创新 那么我这里面有什么观念创新 我不再刻画马的潇洒解剖 我也不再在于这马有明暗 受光背光等等 不强调这个 我强调什么 强调马在经历一种莫名的苦难 它们的肢体 马的肢体 像岩石在经历着一个风化的过程 这个风化的过程 就不是几十年 几万年 而是应该几百万年 几万万年 从远古 就开始了 那么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面 这个马的肢体 在经历着这样的磨难 但是马呢 你看马的头部和面部 为什么用身红 土红来表达 充满了激情 战斗的激情 他执着的 对死说不 对生 执着的追求 这边也是新作 这边都是 甚至是2020年的作品 就是今年 今年三月份以前的作品 在这个画展准备期间 我这几幅完成了 所以也包括简 这几幅为什么我特别讲一下 这几幅体现了我的另外一种 观念创新 因为我主张 在你的艺术作品里头 除了重大的情绪 比方说激昂啊 慷慨啊 这个崇尚这种 执着 坚韧不拔 任老任怨等等 除了这些正能量的情绪以外 我在这里面投进了很多重趣 你看这幅画 这幅画 实际上我在画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在追索 我童年的感觉 如果我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我怎样体现牛 我会把牛很多不重要的东西散掉 呼噜掉 你像小孩子 他画东西的时候画小鸟 画一只狗 或者画一个人 他会有夸张 他也会有省略 很多东西 他就散掉 他并不是有意地散掉 他看不到 他就关注的 他最需要关注的东西 他一定要画上去 我这个 比方说牛 牛角 牛头 但是眼睛呢 眼睛的大和小 一大一小 或者哪 怎么大怎么小 小孩子是不考虑其比例的 这就是儿童的童趣 童趣里面有精简 晒 大师必简 要简略 要simplify 而这个simplify这个过程 在儿童是一种 无意识 像意识 在成年人 这个是个很艰苦 几乎是一种不可能 有些东西 我们成年人就要考虑到 面面俱到 要考虑他的解剖关系 要考虑他有这个 有那个 你比方说他的鸭鸭 他的whoops 这个牛的蹄子 牛的蹄子 成年人就要考虑他的蹄子什么样子 比例有多大 你要考虑这些问题 儿童不考虑 象征的是 这就是鸭鸭 所以 你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又要 把色彩啊 等等都考虑进去 但是整个的画面上 要体现出来 儿童的天真和可爱 就我觉得 我在这几幅画里 尤其是那一幅 和这一幅 我都是在 这方面用心 而且为什么这两幅 我还有 为什么都画的还不一样呢 同样是同趣 它的体现可以是不一样的 你也不能两幅都一样 你看这一幅 这也是体现同趣 但是这一幅和那一幅又有不同 你能看出来我这是一个用心 所以我说呢 你要表现同趣 你首先必须 真正的再做一次 大老师原来是个文学教授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画家 我的专业 从读大学开始 其实从小学中学 一直到大学 然后到 拿到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然后教书 通通是文学专业 我在大陆 在中国 我教的是英国文学史 和文学选读 到美国来我教的是 现代戏剧和当代小说 Modern Drama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教西方本文学 那么为什么我要做画家 因为我从生下来开始 我肚子里头 这个思想里头 全部对艺术的热爱 书法绘画 然后接触了现当代的 就产生了很多想法 我是礼拜博物馆和画廊最勤的人 如果说在英语 在文学专业里面来说 我好不客气地说 是全世界 礼拜博物馆和美术馆最勤的人 看这个博物馆里面 像纽约 在德天独厚 美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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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当代艺术博物馆 现当代艺术博物馆 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抱着一种 到那里去礼拜博物馆 到那里去崇拜 历代的大事 而是在崇拜和热爱的同时 要自己要想 如果我来画 我会怎么画 不管看 看比加索 看Jackson Pollock 看任何人 任何展 都是如果我来画 我会怎么画 因此我久人久知 我心里头对艺术的理解 就是所谓这个 understanding 或者comprehension 然后这个interpretation 怎样阐释 然后如果我来做 我会在哪些点上 改变 突破 就一直在想 做这个文章 也就是卢信说的 脑子里不让别人跑马 就跑我自己的马 alright 久而久之呢 这个心里头 全都是些想法 鼓噪着 这些鼓噪 这些想法 就像是 这个 一个妈妈 十月怀胎的孩子要出来 我这些鼓噪的 这些想法 都要出来 我怎么能够 一一加一体现 一直想这个问题 直到我五十 我过了五十岁 这时候我想 倘若长寿 像我的父母和我的祖父母 我有三十几年 四十几年 那九十多岁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五 爷爷奶奶 都是这个年龄去世 如果我有这么 有这么多年 我这些想法 可能 不止体现一轮 可能有两 二轮 三轮 我就可以把它达到一定的高度 真正 真正体现我的想法 想法叫什么 就是ideology 就是concepts 这正合了当代艺术最强调的一点 就是观念突破 观念创新 思维创新 不再是计法 不再是计法 不再是计法问题了 那么 我 用十年的功夫 把这些想法 加以体现 同时 我可以有二轮 第二个十年 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再创新 还会派生出来 新的想法 然后再一个十年 这些想法积累到一定的量 它还会再有一个质的突破 这就是quantitive change to quality change 就是量变到质变 所谓质变就是突破 现在咱们讲的要突破 突破 来看我这一次展览的 几个主题词 第一就是突破 第二是unique 非常独特 第三个就是很震撼 因为你突破了 它才会震撼你 它如果没有突破 它拿什么来震撼你 所以真正的东西 在这里 首先是在这里 这就是我为什么 走上了艺术之路 而依法不可收拾 一定要不再会突破 在这里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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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琥珍 琥珍 上次考虎更装 上次考虎更装 算是 上次考虎更装 再三分过来试一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